红扒野鸭 做这道菜用料用 野鸭一只 大白菜叶100克 水发香菇 八角适量 葱段20克 烧酒75克 姜片25克 去皮五花肉50克 味精 适量 白糖25克 酱油100克 金盐3克 制作时将载杀好的鸭子切去尾部 从背部破开 用刀 后跟把鸭脊骨两面斩断 然后翻身 用刀背捶砸 放入盘中待用 猪肉切成厚度为0.3厘米的长方片 锅中 烧开水下入鸭子 烫进血水 然后撇去浮沫 将鸭子捞出以后 放在凉水里洗一下 鸭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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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 Bomb瓶 煮成分裹 鸭子 四に切成分裹 肉汤 これがし sill 鸭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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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鸭子 鸭 depuis大白菜叶 炒鸭子 内放油 加葱段 姜片 煸炒出香味以后加入高汤 放料酒 酱油 八角 香菇 五花肉片 放糖 烧开以后撇去浮沫 这时候放入鸭子 加入盐 然后将鸭子捞出 放入垫好白菜叶的砂锅里 将炒锅内的圆汤倒入 然后盖上盖上火将鸭子烧熟 鸭子烧熟以后取出装盘 炒锅内放入圆汁 加上味精 然后用湿淀粉勾芡 将汤汁浇在点缀好的鸭身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鸭肉酥烂 鸭汤鲜醇 炒锅内放入鸭肉 炒锅内放入鸭肉